大姐 大姐给我倒杯水 来来来 你别吵吵了 这孩子刚睡着 你吵着啥呀你 对不起啊 大姐 谢谢你帮我招个孩子 没事 谢谢 二明儿 今天我们家刚的请客 咱上外面吃饭 你别忘了啊 我知道了 你再说我听都听饱了 你通知家里其他人呗 我在家里边的群都发完了 再发人到群里 给我踢出去了 你通知顺芬呗 人家开会呢 我再打就给我拉黑了 你看 今天我们请客 你看 我这身衣服合适不 明白了姐 来 这是我昨天新买的 你穿着肯定合适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今儿吃饭 你看我穿这行不行 配这鞋 行 倒是行 但是你这脖子有点短 还有点秃 别管我脖子事 我倒是围个围巾 你有没有审美 我的姐姐 脖子在老短 还围个围巾 那还有吗 那没事 你倒是我这脖子上 明白了姐 我这行吗 周月十五的时候 钱什么给我买的 你先带着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二女呀 今天呢 是我跟钢子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 结婚十五周年了 妈呀那要算起来的话 水晶婚 对 行 姐你先赏 带你买一点 哎呀二米 我就怕你们给我买东西 所以我现在才说 哎行了 赶紧收拾收拾 时间不早了 别迟到了 不是 对了 别忘了 通知顺分 知道了 我看看 哎呀 哎呀 这一段啊 公司太忙了 忙得我饭都吃不上 哎 有没吃的吗 有 你没吃啊 一会儿吃的时候叫着我 我跟你吃 哎呀媳妇 我回来喽 哎 老公 哎 你回来了 啊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呢 媳妇啊 不是 你以后说话 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你给我生了这么大一个可爱的孩子 啊 别惯着我 有什么命令 你就说 好嘞 哈哈哈哈 给我一万块钱 买掉水晶项链 喂 什么 哎 小婷 什么 不是 说什么 小婷你做 哎呀 那不是正月十五的时候 刚买了一条项链 挺老贵的嘛 怎么又要一万块钱 买什么水晶项链呢 谁贵定的 我有钻石项链 我就不能有水晶项链啊 没事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 咱爸咱妈经常教育咱们说 啊 勤俭持家 是咱们家的优良 家风 哎呦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要 能不能听话 我挺听话的嘛 听话 不要 媳妇儿真的 我这兜里没钱了 最近公司生意挺大 账上也没钱了啊 看孩子 看孩子 前顺链 我看孩子 前顺链 哎呀 二妹 孩子赶紧不睡觉 你可别吵吵啊 哎呀 你说呀 不是妈说你 前顺链一天天的也不容易 两口子过日子都得商量的 可别总记得我的 哎呀妈你不知道 今天是我大姐和我大姐夫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 我合计送我大姐个礼物送条项链 我管她要钱她不给我 啥玩意啊 你大姐和你大姐夫都结婚十五周年了 可不是吗 这么快呀 谁先行 孙芳不给你钱 妈兜里有 给你啊 哎呀妈好 妈 孙芳有钱了我再给你啊 这孩子说 还是我妈好 老东西 快出来出来来 来呀过来 坐这坐这坐这 咱俩玩金钩钓鱼啊 就知道玩 你还有点正事吗 坐 我问问你 昨天我给你那一万块钱 你存一样好吗 存了 给我求出来去 你存上了 你还求着干啥呀 我急用呗 行一会儿帮五点多钟 我给你求去 为啥非得五点多钟啊 昨天我就是晚上头五点存的 现在才存几个小时啊 你到今天五点 他就有利息了 行了行了 别磨叽了 叫求快点求去啊 不是你咋还不动他呢 我去求去 我求了 啥事啥的你 我现在就去 去去去 我去了啊 夸张给我拿回来啊 我去了